哈囉大家好,我是離空 歡迎回到韓國少女漫畫推薦系列 這個系列呢會推薦你 離空我和一些小夥伴們 非常推薦的好看少女漫畫 希望喜歡漫畫的你可以和我們一起分享 在漫畫之中學到的大小事情 喜歡這個系列別忘了按個喜歡 今天要介紹的故事呢 分別是講述一個在生病死亡之前 才忽然發現自己沒有好好關心自己的兒子 沒有抱抱她的一位母親女主角重生的故事 另一個故事呢則是 明明喜歡小小正太男主角 但是卻因為太瘋狂 所以被男主角的爸爸 誤以為是在倒追她的女主角 變成了小正太后母的故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部 隨風起舞的花朵 隨風起舞的花朵呢 故事講述一個美麗的女孩伊莉莎拉 她擁有漂亮的外表與優渥的家世 人人稱聖的女孩呢 她有著美好的未來正等著她 但是卻因為她父親的重病 導致她不得不早早的嫁給公爵 成為一位母親 雖然公爵是一位好丈夫 生活也優渥沒有問題 可是青春貌美 還很年輕的伊莉莎拉呢 卻為此感到失落 因為她被迫早早的放棄了自己的人生 這樣的她呢不自覺的就對自己剛出生的孩子 很冷淡很冷漠 沒有去關心她 因為疏忽了對兒子的照顧 所以在兒子18歲之前 兩人都沒有一次好好的談話以及心靈交流 最終在兒子長到18歲時 伊莉莎拉也得了重病 很快的就要死去 在死前的最後一刻 她才意識到自己從來沒有好好的抱過自己的孩子 沒有去愛她 沒有對她說句我愛你 因而感到後悔不已 也許是因為這樣的懊悔讓她回到了三年前的人生 這一次她發誓要做一個好母親關心她的兒子 她能夠成功嗎 這部作品最令人感動的地方 不外乎就是女主角伊莉莎拉 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才驚覺到自己的遺憾以及懊悔 很多時候人們都以為自己還有很多的時間跟機會 今天沒做的事情明天可以再做 這次沒說出口的話下次再說就好了 但是又有多少人去想過自己生命的終點會在哪裡 在人生最後一刻你真正會懊悔的會是什麼事情 女主角伊莉莎拉一開始看上去就像是個自私的壞女人 但是呢其實她的遭遇在很多上一代已經成為母親的女人身上呢 都可以看到影子 雖然呢母親固然是偉大的 但是她們也是一個普通人 她們也有自己的夢想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像花了一樣的年紀裡 她們也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如果她們因此感覺到自己被困住了 那就很有可能會不小心把這份失落感轉嫁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伊莉莎拉呢雖然對她的兒子很冷漠 但是她愛她的兒子嗎 當然愛啊 因為如果她不愛她就不會繼續留在家裡想要好好抱一抱她 只是沒有人告訴伊莉莎拉如何當好一個母親 要怎麼陪伴自己的兒子 怎麼去理解她怎麼去關心她 同時也讓自己過得比較快樂 在漫畫之中呢她得到了重生的機會 回到三年前 面對她十五歲已經能夠獨立 自主優秀的兒子 她才開始學習如何做好一個母親 也漸漸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感受 如何說出自己的想法 給彼此一個互相理解的機會 相信呢不久之後 她們兩個人一定能夠互相理解 互相了解 互相原諒 然後一起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那在這部漫畫之中呢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其實有小小的被感動到 現實生活之中呢 有許多青少女因為太早結婚 或是太早有了孩子 所以不得已必須放棄自己的 學業、事業、工作甚至是交友圈 面對生活一整個的轉變呢 不是每一個二十幾歲出頭 甚至是十八十九歲的青少女 能夠馬上適應馬上面對的 所以無論如何 面對自己的人生都應該要 謹慎考慮 好好想想 然後一同努力去面對 如果是你 你覺得在你死亡之前呢 你最不希望自己後悔的事情是什麼呢 什麼樣的人生會讓你自己 可以毫無遺憾的離開人間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和我們分享哦 第二部 突然成為男孩的媽媽 第二部作品呢 突然成為男孩的媽媽 這部現在也有其他翻譯組正在翻譯 那有不一樣的名稱 大家可以找找看哦 故事呢 講述一名少女穿越進自己很喜歡的小說之中 那小說裡面呢 的男主角阿貝爾 就是他最喜歡的人物 一進到小說之中呢 他就為了這個最喜歡的偶像 存了超多的錢 賺了很多的錢 然後 為了目睹他小時候的容顏呢 他特地離開家鄉 到很遠的北方去生活 基本上呢 女主角就是在用追星的態度 來追著這個他最喜歡的小說人物 看著小小的阿貝爾 他真心的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 快快樂樂 幸福的長大生活 只是呢 女主角的行為在外人眼裡看來呢 比較像是在追求阿貝爾的父親公爵 因為公爵沒有結婚 又收養了強大能力的阿貝爾 所以身為帥氣又英俊 然後又多金的黃金單身漢 男主角的父親公爵呢 當然以為女主角是來追求自己的 他把女主角送給阿貝爾的禮物都當作以為是來送給自己的 所以呢 他就自己呢 很委屈的說 嗯好吧 我接受你的求婚 我們可以結婚 那女主角當然是一頭霧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雖然有理說不清 但是如果跟公爵結婚的話 就名正言順的 可以每天看著可愛的阿貝爾 還能守護他長大 有這麼好的事情 有什麼理由說不呢 於是女主角的快樂公爵夫人生活即將開始 這部漫畫呢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他有提到 女主角在前世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追星族了 那追星族呢 無論是現實之中還是小說裡面 都會發現呢 大眾阿社會很多的人都會給追星族貼上一個標籤 認為他們很膚淺 然後他們會做一些很瘋狂 會很麻煩製造一些動亂的事情 但其實這樣的舉動呢 並不是那些偶像啊 真正的粉絲會做的事情 比較偏向於私生犯這一塊 至少呢就離空身邊的朋友來看的話呢 我自己的認知是覺得說 追星這件事情偶像本身就是一種內心上網的一種投射 類似於一種心靈的上網 很多我認識的追星族本身呢都非常的有才華 那我自己覺得呢 他們無論是在外在或者是內在 都希望有一個更好的提升跟滿足 進而呢可能就會對某一個特定的對象 或是某一種特定的類型 產生一種有點類似迷戀的情緒 像我呢問過幾個身邊的追星族朋友 他們都讓我超級敬佩 比如說他們會為了幫自己的偶像呢 做一些卡片啊或是應援物去學非常多的修圖軟體 去幫他去背啊幫他加工啊幫他美膚 幫他做很多很多各式不同 不亞於公司出的正版周邊 或是海報的商品的一些作品 那直接一點的呢 還有許多的人為了能夠看懂偶像的貼文啊 或是寫信給偶像去學韓文 而且真的跑到韓國去留學 甚至在那邊生活 追星呢變成了一種支持他們的動力 以及讓自己提升的一個更好的嚮往 許多人呢都會說自己想要變得跟自己的偶像一樣優秀 雖然華人社會當中呢 比較不鼓勵孩子們把心思放在除了學業以外的地方 尤其是追星這種事情 他說 喜歡一個人始於顏值 限於才華 忠於人品 追星呢 其實並不膚淺 不過 大家也不要忘記 偶像呢也是人 他也會吃喝拉撒睡 他也有自己要過的人生 他也有可能有自己的小缺點 有自己的夢想 有自己的人生規劃 跟七情六欲 他可能犯過一些錯 也有可能被過度包裝 所以呢 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如何把自己的人生過好 追星呢不一定是壞事 重點是看你怎麼追 怎麼過好生活 你有追星過或者是有在追星的朋友嗎 對你來說 追星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的韓國獸女漫畫推薦 以及這些漫畫交會我的事 喜歡這系列別忘了按個喜歡 介紹的漫畫呢 資料一樣會放在裡頭的部落格 歡迎你去逛逛或者是去找來看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